是輸了這一生 始終在追逐 那顆酒好酒 卻忘了是誰在愛我 卻忘了是誰在照著我 世界電影雜誌的讀者們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溫相依 世界電影雜誌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黃沛佳 我在《逆轉生》這部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一個落魄的過氣球王 也是沛佳的叔叔 對 飾演的是過氣球王的職女 然後是一個非常有求求天分 然後算是姿優生 就是一個天團 其實我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顛覆我對他的心情 對他私底下很 就是非常親和 對因為 就是演電影是我的第一次 然後 確實他跟我過去十五年來 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事情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得做很多很多的準備功課 然後做很多的冥想練習 對 那包含去看電影也是 那陶宴在開拍前 他有建議我去看《金錢本社》 因為《金錢本社》裡面有 丹麥克夫斯跟保隆有曼 因為我得飾演的是十年前一起奉發的時候的樣子 跟十年後 《羅國逃亡》以後的樣子 所以都 兩個角色都很值得我來參考 對 那一首歌 他的發展其實是跟我大學時候的經驗比較有關係 對 因為那時候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的福利社有一個球桌很便宜 對 所以呢 就敲課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去處 所以我 我就是很常在球桌 享受我一個人的時光 對 然後 這個故事讓其他團員 讓阿信知道以後 然後他就 以這個撞球為引子 來幫我寫有關有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我媽媽是種子 對 那 其實 要講的就是 我們人常常為了追逐 那個最後的目標 就像我們 在打撞球一樣 只為了追求第九號球 而忽略過程中的美好 或者你身邊 愛你 關心你 對 這是一個有點 反省的格局 老實說我覺得蠻緊張的 因為 過去 不管是什麼事情 都是我們五個人 一起 攜手 度過 那你遇到 過不去的難關 你會知道 有兄弟在那邊挺著 對 然後 如果團員有過不去的難關 我也會挺身而出 努力的 一起度過 所以這一次 終於感受到要一個人的時候 確實有一點覺得 我可以嗎 然後 以後 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自己真的要 很努力的 只有一個人可以面對 真的 對 那可是我告訴自己 不可以逃跑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可以增加我的事業 讓我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 硬著頭皮 努力把我 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時間 都投注在這裡 這樣子 我覺得一開始當然會有一點怕 因為 畢竟是第一次跟 不是演員背景的人合作 對 因為之前 江湯哲他就是演員 或是演員 沒有我吧 歐陽明也是演員出身的 對 所以 你在跟他們表演的時候 你會知道 他們都是已經為了他們的 角色準備好了 來到現場 所以 我不知道那個表演 對我來講 是 好像 有預料到他會這樣表演 就是 你可以預期到 他這邊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你給他什麼反應 然後你給他什麼反應 就是那個街泡球是 很 也不能講知識 但是其實就是 因為都是演員 感覺的到 感覺的到 對 但是對到 怪獸哥的時候 有時候他的 有時候他的表現法 會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沒有料到他這個時候 會給我一個這個東西 它很像 自己 mpf 他很強 說真的這一段時間上了這麼多通告 我真的第一次覺得啊 難關來了 對 沒想到妳OK耶 OK喔 好好 真的 謝謝妳 是我 目前 演戲以來 尺度算大的 有說服力 有嗎 對 尺度算大的喔 對對對 11月7號上映的《逆轉生電影》 雖然大家在鏡頭前面看到的是 我們兩個人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但是在我們背後 在我們身邊 呃 承載的是 在我們背後是海報 承載的是 對 在我們背後在我們身邊 承載的是所有劇組人員的努力 然後有我 佩佳 然後是顯哥 怡浩 安晴 所有所有人 然後包含整個公司 整個劇組 導演 呃 他們真的很拼 然後 讓我真的很沉浸在 呃 這個氛圍裡 然後我很榮幸成為他們一份子 所以 呃 為了他們 請來看電影